吉安乡公所18号的上午 办理了110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借由书面的审查 社区简报展示社区结构的特色 乡长尤淑珍表示 透过乡内社区发展协会 业务考评和辅导 来了解社区推展的方向 也借由评鉴指标协助做好绩效的管理 促进整体发展提升生活品质 期望透过互相交流来达到 教学乡长的效益 为社区带来更多元的幸福快乐 吉安乡公所为强化社区福利服务功能 18号上午在公所清明堂 举办了110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邀请到三位专家学者担任评鉴委员 针对社区会晤、社区财务管理 三项业务评鉴主题等类别来进行评鉴 要评选出第一名代表吉安乡参加全花莲县的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这样的一个评鉴内容 也让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 展示了他们平常为我们社区老大人、社区营造 还有各项创意亮点 以及他们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展现的文化内涵 所以这18班5亿进出 我们看到丰时丰硕的这样的成果资料 涵盖了他们收集了他们的心血 作为一个完整的记录来呈现给大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从这个18村的我们的社区营造的 这样的一个展示里面 让各个社区可以互相观摩 互相了解 互相大家能够看出 每个不同的创意跟执行的状况 我相信这才是最重要 让我们各个社区可以攜手并进 而且共创我们每个社区不一样的 活化内涵的一个最重要的精进目的 今年参加乡内评鉴的包括了 宜昌、吉安、仁和、庆丰、南昌、甘城 人里、光华等八个社区 每个社区都使出18班的武艺 把社区里头的各项精彩营造成果 用实物的布置 服务简报来说明 而没有参加贫鉴的七个社区 也都踊跃前来学习观摩 厂长游淑珍表示 一个乡镇的质感除了透过文化延伸 更需要靠社区发展协会和工部门 共同协力 创造社区幸福有感的目标 而透过乡内评鉴 可以让社区相互观摩学习 促进彼此共同进步 经过一天的评鉴 成绩出炉 第一名是南昌社区 第二名是甘城社区 第三名是仁里社区 业统会见相报道